明天中午的大袋吉来关心 为了不让普风养鸡场动工 加以易烛箱 过路村民 金剑又有工程车要进入湿沟了 赶快就用冲田炮纠种包围 还有激动的村民 甚至跪在工程车前面 不愿意离开 场面一度紧张 居民拿着白布条 绑着抗议标语 情绪相当激动 甚至开货车挡速去路 最后干脆下跪抗议 因为反对不风养鸡场 在此兴建 只好出此下策 居民甚至想突破警方防线 双方造成零行冲突 由于居民迟迟不愿离开 警方只好举牌劝道 对于不风公司合法的申请 我们必须把上他的权利 村民的诉求 我们会理解 但是如果有非法暴力 我们会立即依法处理 嘉义县政府就表示 捕风养鸡场 兴建许可 早在去年十月就合法过关 居民担心 兴建机设将会影响 当地的水源跟环境 他们也成立了自救会 打算轮班封路 跟捕风养鸡场做长期抗战 记者马逸文 乃生红 嘉义报道